今天我想和大家講的題目 就是在大場玩建立時有什麼困難 暑假特別多 特別不同的朋友在外國開始接觸建立 當然是在香港玩建立 基本上都是因為看了某些影片 或者看了某些人的時候 你會開始接觸玩建立 但外國玩建立的人會比較普遍 所以通常我們在這裏 Open Gym 接收到的大部分 都是在外國回來 例如讀書或者放暑假回來的時候 他們會問 現在是不是有Open Gym 可以讓我們練習一下建立 通常我們來到的時候 如果在外國玩建立 一看這些架 這些餅都不會太過為和 反而有一種熟悉感 因為通常在外國 比較有質素的Gym 都會用這些比賽架 比賽餅 而香港一定是我們玩建立 即我們JF玩建立的 Equipment 一定是最專要的 這些東西沒有太多自意 那下去的時候 通常都會問 你有沒有去看過其他場 例如看過大場 或者其他細場 那些大場 心瓶架少 就不是說鮮有的新聞 但是現在開始 其實不同的場 都開始增設一些 心瓶架 可能兩個三個四個 我推就一向都多 Dedlip就見仁見智 就是大GP 竟然給Dedlip 但是有些會有Dedlip 但是有Dedlip 都不讓你訂餅 我之前都試過 都被人投訴過 去試玩的時候 然後就說 其實 有很多的Sportrack 有很多的 推空架 有很多的地方 給你Dedlip 這個都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是你會不好意思 為什麼要說呢 因為當你處於一個 不是玩建立的環境 就是每個人都可能是 普通去做健身 或者健身 或者健美的時候 它不會選擇 你霸佔餸藏架 是否我們真的 故意霸佔餸藏架 這麼久呢 不可能有時候 教練 寫個期間 要做四個六次 或者 做高重量 要做10次 不然你們需要休息 休息更多 可能休息三、四個一段 四、五分鐘一段 是正常的 如果能動力 大家知道 不足夠的當力 就休息順 我們不是為了 而太嚴棄 我們真的需要有這樣的時間去恢復我們的體力 但是下去的時候 譬如我們做深圳 在一個不是建立的環境之下 不是太多人認識建立的時候 很多人一走過來 師兄你做多少組啊 我想蹲個人一起蹲 我還有八組 什麼還有八組?不是吧 你不用蹲這麼多組啊 因為他根本就不認識建立這一行運動 我們是需要高 volume,高 intensity 但是當他下去之後就會覺得 哎呀,其實我還有八組 不好意思,我還要霸佔我 雖然有很多個架 但是感覺就會好像我特意霸佔這個架 真的好像生日霸死地 不斷霸佔它 然後又不讓人用 其實不是不讓人用的 但是當你玩建立玩到 差不多的時候 可能看著兩餅三餅四餅的時候 又要拆它的照片 就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心態就是覺得 不是那麼好意思 我霸佔了一個架這麼久 但是UHA又不是不行的 但是好像要麻煩雙方 所以找回一個有建立的氣氛的場 就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是香港少數比較有open gym 而是專玩建立的 可能也不是少數 可能是唯一的 當我們這個好像自助式的樣子 自己就進來 然後自己練完 然後自己就離開 這個我也是效法美國之前 我去不同地方的open gym 就是除了它有個reception 可能出名一些的 Barber Brigade Soul Culture 還有一些其他不同的 有個reception在這裏 但是因為我們這裏小 我也是有些小的gym 在L.A.那裏通常都是orange county 然後有個gym 就是它就這樣進去 然後出來 有個桶你自己放錢進去 然後有些cctv 因為基本上你偷 你不會偷得些什麼 你不會偷到一些餅 錢亦都多的有限 因為有個數在 你就算偷你吃 我們有cctv看 所以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家庭式的訓練場地 你又做 你又做 你做什麼 Squad 不是Squ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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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去 有一個氣氛 大家玩同一樣東西會比較好 其實這麼小的gym 會不會不夠器材訓練 其實大家不要看這裏是小 我告訴你 當我去到台灣的時候 去到台灣屏東 這個鄉村地方 原住民居住的地方 他們的equipment是更少的 基本上他們無論是深樽架 餅 花 或者其他的器材 全部都是很舊 亦都不是多 但是他們就練到很多不同的過手 因為就是他們懂得善用這些重量去做分裂 有dumbbell 有barbell 有KWASH 所以 Kyrex 即是有GHD 所以 基本上是看你懂不懂 或者教練 會不會給到一個正確的program 你 在健力方面 作出這個進步 不是說 越多equipment 就一定會 越進步得快 不同玩的健美 健美要多角度去刺激這個肌肉 但是我們就著重於volume和intensity 不過這些玩意見力的東西 如果大家知道的就知道 不知道就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這個就是為什麼呢 我覺得我們在香港 可以成為一間比較 外國人都會回來的時候 都會選擇一間OpenG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講的題目 如果你有興趣 你也可以inbook上去WhatsApp我 查詢一下這裡的開幕時間和這個價錢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亦對你有用的資訊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